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呢我们在森林湖Brew Kevin来看房子 庙板房3号,5房5位,3099尺 那售价呢是109万起 地税呢是1.12,是比较低的地税了 这边的学区呢是878 那现在物业费呢是189块钱每个月 那么小区全部盖完之后呢 物业费会涨到250块钱每个月 好了,我们现在一进门呢 抬头看到这个高顶的进门的 门廊,而且呢这边也使用了 旋转式的楼梯 在门口呢还设置了一个 小小的飘窗,可以坐在这边 更换鞋子 那门廊走进来呢 就是我们非常温馨的生活空间哈 厨房连通着客厅 连通着院子 并且墙壁上配有很多扇照明的窗户 大大的增加了室内的取光镜 这个颅头的颜色很漂亮 是很艳丽的红或者是橙色 那看里面的这个食物储存空间 设计呢也是简单干净大方的设计 那么它设计Waterfall的厨房台面 非常的增加了房屋的档次 那看到这边可以看到客厅的电视 之前有很多网友问哈 在美国为什么电视要挂的这么高呢 还有其他好心的网友有一些很有趣的回答 那我在这里面说一下我的想法吧 可能这个电视挂的很高 这样你在家的各个角落呢 抬眼望去都可以看到这个电视 包括你在厨房吃早餐啊 或者是准备食物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其他各个方向走过来 都一眼便可以看到电视 这种空间上的感觉呢 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舒适 那我们来到漂亮的院子 那这边的院子呢 有三个门都可以前往院子 等一下呢 我们会去其他那个房间看一下 那首先呢 来到院子这边也是有流水的游泳池 那游泳池呢 是无边横的设计 非常的富有现代感 远处呢 还惬意地摆了两个 可以躺着晒阳光的躺椅 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吗 我们可以需要一个漂浮的 可以放香槟杯的那种 就是你可以躺在泳池里面晒太阳 然后有一个飘来飘去的小托盘 中间摆着香槟杯和果盘 在自家后院享受这样的感觉 非常的惬意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到这个房间参观一下 那这一边呢 这个样板房设计成一个 叫做冥想的空间吧 英文呢叫做meditation 那你看它有一个打坐的垫子 平时呢可以在这边享受一下安静的时光 或者是思考一下最近发生的人或事 可以更加地清静一下心灵 唏嘘一下凡事的浮华 这边呢配有这个冥想室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那我们从冥想室的另一个门出来呢 便回到了我们刚才所在的客厅及饭厅和厨房 联通在一体的大厅 现在呢让我们随着这个漂亮的楼梯去到二楼看一下吧 来到二楼呢 首先我们经过了洗衣房 那洗衣房的隔壁呢便是我们二楼的loft 一个家庭活动空间 平时呢孩子可以在这个活动空间玩耍或者是学习 那旁边呢便是次卧 这个毛茸茸的球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我表示有一点点看不懂样板房的设计哈 不过这个床还有墙壁的装饰还是非常温馨的 看得出这是给一个喜欢篮球喜欢运动的男孩子准备的一个非常简单干净的卧室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二楼的loft 现在我也把镜头设在这地方让大家想象一下我坐在二楼的沙发上抬头看到墙上的电视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咦它有挂了两台电视 那这样戴上耳机如果家里有多个孩子的话就不用考虑会争强看频道的烦恼了 好了那二楼的另一个方向呢有另一间次卧我们来参观一下 这间次卧也配有自己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二楼的第三间次卧 这一间也配有自己携带的洗手间 最后呢让我们来到主人房主卧来参观一下 主卧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宽敞明亮配有king size的超级大的双人床 几扇大大的窗户大大程度的提高了房间的采光度 这个样板房整体的色调都是白色灰色和橙色 这三种颜色配在一起呢非常的温馨 然后有一点点pops of color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点红色的点缀 现在呢让我们来到主卧的浴室来看一下方形的浴缸 白色的理石台面 简单干净的设计 大家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留言区告诉我好吗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 记得加我的微信联系我哦 我是Mina 我是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订阅转发加评论哦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